富海东 因为我也是从小打比赛的嘛 然后就是也会出现你那种 比赛的级别越高 就是会越紧张 这点我觉得我跟你特别像 在比赛当中 就是会经常性地紧张 然后也想过很多办法呢 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始终都是保持的 这种练习的特别好 但是一到比赛场上呢 会比较紧张啊 完成不好比赛这样 我的教练当时建议我 可以换一个带到去看一看 比如说你教小孩子 莫老师 他刚才讲到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觉得 他练习的时候都很好 但是一打比赛的时候 就容易紧张 那我就想问陈老师和何老师 你们上决赛之前 你们都怎么调适内心啊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 很长一段时间练习专注 就是彻底忘掉结果 放空自己的大脑 这是我的训练方式 我当时我们是这样 我就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紧张 后来我就告诉自己 它就必须会存在 然后我就接受了这个事 跟紧张共存 你自己知道一个事是 你在紧张的情况下 可能只能发挥出你平时 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水平 那怎么办 你就把你平时的水平再提高 当我站在舞台上 百分之六十的水平的时候 也能打 你做到那个地步就可以了 就是大幅度提高 训练水准 人的要求是一乎寻常的 人都会紧张 但是它偏偏就要 你在那么大的压力下 克服掉人类难以克服的东西 所以那个成就巨大 那个辉煌也巨大